很多小伙伴还在这样的去画辣椒 今天老师用一分钟简短的时间 教大家画一个好看的彩千辣椒 首先我们用铅笔把它的形给切好了之后呢 然后把它的轮廓以及它的变化 去给它表现出来 铅笔形切好之后 我们用橡皮擦轻轻的把铅笔的形给它擦淡 然后用这个彩铅笔呢 去给它勾了一圈边缘线 一定要用它的固有色的彩铅笔去给它勾 然后我们再用大红色的彩铅笔呢 去把它的棉案关系 以及它整个的底色均匀的 用的力度也要均匀 去给它铺上一层的浅浅的底色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塑造了 然后用到大红色的彩铅笔呢 去给它把棉案关系加强 包括棉案交接线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给它卡中一点点 然后亮面的地方呢 我们稍微的用这个大红色呢 浅浅的带上一点点红色 然后整个颜色不均匀的地方 我们可以再用到中红色的彩铅笔呢 去给它把它的颜色揉合均匀一点点 然后开过度好的地方 我们去给它过度好 然后亮面的地方 还有反光的地方呢 我们也稍微的去给它留出来一点点 紧接着我们可以用到这种彩 这种紫色的彩铅笔呢 去把它的反光啊 加深一点点 然后最后呢 用高光笔点上一点点高光 然后一辣椒的这个杆子部分呢 我们可以用浅绿色先铺一层底色 然后用到木绿色 去把它的棉案关系表现出来 然后投影部分 我们一定还是记住了 近时远虚的关系 然后越靠近屋底 近的地方 我们颜色越深 然后用高光笔 最后点上高光 点缀一下 一个好看的彩铅辣椒就画好了 你学会了吗